就有民眾報案 就說他的鄰居一個60多歲的 好好先生倒在他的草皮上面 但是呢 他們不敢去看 就請消防隊救護車來看 就一看呢 哇 可能是猝死 就是旁邊都沒有什麼打鬥的痕跡 然後呢 就趴在一個草皮上面 他們就覺得說 哇 那可能是單純的猝死 可是呢 後來也有通報警方 警方來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美國人的草皮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的 對 他們保養都要非常好 對 如果你自己公訴出一片 你還會被罰遣 因為你當時讓整個社區的房價 掉下來 因為景觀不好 可是他就發現說 他倒下來的部分啊 有一隻手 前面呢 有一個空空的 都沒有草皮 然後呢 那個警方一摸發現 欸 怎麼 這個土是鬆軟的 為什麼是鬆軟的 他就覺得一定是挖掉的 對 因為上面都沒有草皮嘛 然後呢 又鬆軟 就表示剛挖 那他們這樣子的 見方大小 大概就是一個人 可以進去的地方 OK 然後他們就開挖了 挖挖挖挖挖 就發現裡面 藏了一個女孩子 40多歲 然後雙手被反綁 然後呢 外面套了塑膠袋 欸 一樣 也是剛死不久 所以呢 他們就從頭去 調監視器 然後去抖 應該就是 他跟他的女朋友 發生了爭吵 爭吵之後 被他勒斃 然後呢 雙手防綁 就要埋在坑裡面 結果呢 挖可能挖得太辛苦了 然後埋好之後呢 他自己 心臟病發 所以就趴在那個坑上面 所以呢 他們也不用去找凶手了 就是直接 就是直接就 而且他膽子很大 他就直接埋在 他自己住的那地方 對 那這個日子怎麼過 不會啊 我覺得搞不好 他就自己覺得 這樣子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新聞我覺得 真的你很難想像 怎麼會有女兒 殺死自己的媽媽 有個女生 她叫蔡晶晶 然後呢 她從小就是 靜音的教育 最後爸爸媽媽媽 還把她送到美國去留學 然後回來之後呢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他就跟爸爸媽媽媽講說 他可能要再進修 然後呢 他想再去補英文 爸爸媽媽就說 你不是去美國留學了 你還會在台灣補英文 結果原來外面認識一個男朋友 然後當他19歲 以前呢 有服役過 後來就說 好 那他當英文家教 那其實爸爸媽媽 大概也知道 他們就是在談戀愛 要挖錢 然後呢 就說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給你嘛 但是有一天呢 這個男的就說 我們這樣子喔 一直靠你爸媽下去 不是辦法 你去跟你爸媽拿100萬 我們去創業 以後我們就可以靠自己 我們就可以賺錢 那這個女生就是 聽了這男朋友的話 就覺得說 好好好 那一次要挖100萬 那這個爸爸呢 其實聽說一度是心軟 就想說 好啦 你們要創業 不然你也不去找工作什麼的 但是媽媽說 NO 媽媽就把他送掉 就說不行 如果你也都找不到工作 然後呢 你都沒有辦法好好地生活 你這100萬拿去 你有辦法創業成功嗎 你最後一定是 威威三座 一定又是把他給花光嘛 當然 好 被擋下來之後呢 他們怎麼樣 就是不去上班就對了 就是啃擾 然後呢 他們最後爸爸媽媽 就是斷了他的金圓 這個蔡天姬呢 還去超市去偷東西 故意被抓 為什麼呢 我就是要你爸媽難看 對 你要不要來保我 你要不要來警察局 我都已經沒有錢了嘛 對不對 那最後呢 這男朋友就跟蔡經理講說 你爸爸是疼你的 但是一切都卡在你媽 殺了你媽 然後呢 要動手之前呢 他們還去東區 去東區一個化妝 專業的化妝店 就是類似那種好萊塢的那種化妝 要把它化成跟媽媽一樣 然後呢 要去盜裡 結果呢 行員一看就知道說 你這個不對 那這兩件事情 把它加在一起之後呢 他們竟然就真的要去殺媽媽 嗯 真的把他媽媽給勒斃 勒斃之後呢 帶到了花蓮 然後丟到海岸線 所以呢 他那個海岸啊 就是飄飄飄 飄回來之後 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都覺得說 這一定是強盜擄人 這一定是要恐嚇取材 不然怎麼會那麼慘 然後那個又浮走 那回頭去抓的時候呢 警方第一時間就鎖定了 這個蔡經經跟他男朋友 你知道蔡經經講什麼嗎 馬上哭 然後呢 在警察局就說 我要坦承 警察就說 太好了破案了 他說那你要跟警察講什麼 他說我知道殺人兇手是誰 我爸爸 他竟然把他爸爸給勾出來 對 從頭到尾跟他爸爸沒有關係 是他男朋友叫他去的 可是呢 他就是要圍護他男朋友 就把他爸爸勾出來 他當然後面就是訴訟啊 然後在那邊吵啊 當然 你還是進去關了 然後一下子是死刑 他曾經被判過死刑 因為殺害尊親署 但是呢 後來又被駁回 然後呢 又再來在意啊 上訴什麼的 蔡經經 他最後很厲害 蔡經經真的是 被他男朋友說這種 你爸爸比較疼你 最後呢 是爸爸幫他求情 他逃過一死 OK 然後呢 這個男的就進去關了嘛 那這個時候呢 原本他死刑 但為什麼可以進去 變無疾徒刑 我們的法官說 因為他以前 高中的時候得過德育獎 德字提取美 他覺得德育獎 所以他應該是有教化的可能 後來最後就無疾徒刑 就進去 進去之後呢 吃得飽 穿得好 關了十年 可是呢 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有一天就突然 喊著他全身痛 那那個時候主管就說 你不是不喜歡看西醫嗎 因為他以前都不去看西醫 他覺得說 會有人下藥要毒害他 然後他就說不行 他這一次一定要看 可是呢 一送去的時候 死掉了 死掉了 幾歲 他59歲 死掉了 他那時候是什麼 腹膜炎 然後呢 引發多重器官衰竭 但是從他喊全身痛 到他死掉 不到兩天的時間 就走掉了 大家就覺得 這就是縣市報 OK 其實剛剛玉翁講的還不是 那個報還不是最快的 對啊 十年 你看到最快的多久 你知道嗎 我看過好多件 兩分鐘 這麼快 我在苗栗的時候 因為我們警察 穿刺服開巡頭車 一定有一小屁孩有沒有 騎著改裝機車 然後呼嘯而過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跟你 還跟你比中指 真的喔 對 我們警視燈打開嘛 閃了以後要追嘛 他慌張就 因為我們處理了 結果弄就夠 馬上摔倒 疊著狗吃屎 兩分鐘 這是其中一件 我再講一件 我在帳號遇到的 那天下午我們開罰單 開完那個人就不肝 他晚上半夜邀他朋友 兩個人騎著機車 一個騎著就要他載 他走不跑了 要跟派出所丟 兵炮 兩個騎到派出所門口 可能緊張嘛 那個排炮拿著 打火機一點 結果要丟的時候 把打火機丟進來 那排炮拿在手上喔 我們都笑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剛剛講 這兩個案例 真的 不要認為不會報 兩分鐘就報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看過很多 我舉一個 我處理過的案件 有一次晚上的時候 民眾報案說 在一個山路的轉角 有一台機車摔下來 兩個人自摔嘛 一死一傷嘛 一死一傷這兩個騎機車 你要知道警察在處理這種案件 很多都會把騎機車是誰騎的 都會推給不會講話的 就是 就是死者騎的啦 走掉了 但是你要知道喔 這台機車的車主不是他 如果你會把你的機車借別人載你嗎 常理來講啦 所以說我們不采信他的說詞 他意思說 那個車主是傷者 他就是機車的車主啊 因為他們兩個是酒駕 我們去到現場就聞到很濃的酒味 那不用測了啦 一聞那個味道 那個是酒駕兩個人摔到那裡 然後他們兩個到底在哪裡喝酒的 結果在了一個那個什麼 快炒店 快炒店有監視器 拍得很清楚 就是沒死的那個人騎的 那我們就把他筆錄做 結果他的律師真的厲害 他的律師在法院的時候怎麼講 他說對啊 你們警察看到了監視器 拍到的是他騎的 但是他騎到一百公尺出去以後 想說他沒有駕照趕快換人 你看他的律師厲不厲害 就這樣公訪啦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這樣公訪 公訪到最後 還真的沒有證據可以辦他 真的喔 對 這真的是判無罪啊 因為你沒有很積極的證據嘛 也沒有錄影帶 也沒有監視畫面那些 但這個老父親痛思愛子嘛 然後又沒有辦法得到三章 因為他種種的跡象 連我們處理警察我們都知道 一定不是死者期的 他是被載的 但是又是很冤枉啊 後來他老爸一直講說 我人...我人沒理會啦 就天公拼去幫他做主了 結果在兩年的前夕 這個事情訴訟了兩年的前夕 所以我常講 為什麼酒駕的累犯 真的抓不怕 上一次載人家摔死也是酒駕 這次又酒駕嘛 所以他自己一個 就在那個路口 前面的兩個路口 也是一個轉換車這樣 可能是暴衝啦 可能那個油線回不去 耳朵卡住了 就這樣暴衝 然後就直直的往那個山壁 跟旁邊有一個電線桿 剛好撞那個縫 砰這樣 就當場死在現場 就是那個傷者 兩年前的那個東西 相同的紀律 回報在他身上 真的我們自己處理都覺得會很毛 因為好像說是一個縣市報 因為他當初真的坦白講 人要有一點良心 如果發生了 他是跟他老爸嗆一句話 他說我律師費 我錢花比較多 我就不會放一百元給你 你知道嗎 所以他老爸才會覺得說 我的小孩被人家摔死了 你最起碼你有一點道義 或是怎麼樣 我也不會全怪你 但是警方也盡力幫他 只差別說以前那個時空環境 沒有像現在有行車紀錄器 有那麼多的監視器 可以拍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筆錄這樣一補 所以我剛剛才講綠素厲害 他可以把你一樣一樣把你推翻掉 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所謂的祈願 就是你祈求某個願望 有時候他會實現 那這個其實跟一些 我們提到一些案例有關係 因為我們也曾經有遇過就是說 他其實他是開車 他壯死一個老先生 有賠償 但他賠償給他家人 但他完全沒有去看他 也沒有去致意 也沒有去道歉或什麼 都沒有 那他一直就會說 反正我有給錢就好了 所以那種態度可能會 也許我必須這樣講 對王澤 對他的家人來說 那個心裡的感覺 不是錢 就可以去補償 那種問題 他在兩年之後開始 他的嘴巴這個地方 就開始漲了一個頂 漲了一個頂 那會一直進去裡頭畫農 然後甚至到鼓勒 其實長這個東西是會死掉 OK 但是他也莫名其妙 個性也變得很古瓜 也不願意出門 連醫生都不願意看 後來他的姐姐找我去他家看風水 我看一看 我說他就說突然說 老師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因為我先看到說 這邊會發生車禍 結果他媽媽上個月才出車禍 後來他說 他弟弟也有出過車禍 我就說好 他說他在房間 我一走進去 我站在門口 我沒有走進去 我說好 我知道 我就走下來 他就說老師你沒有走進去 你就知道 我說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曾經撞死過一個 大概四五十歲 頭髮灰白 他說有 我說那個人就站在他旁邊 他一直站在他旁邊 所以他只是當時在兩年前 那個時候 可能他的運勢還算還蠻旺的 他沒有辦法 在兩年這個中間裡頭 他看到他慢慢越來越變越差 所以他開始對他才能干擾 個性變得很奇怪 甚至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嚴重 這種很嚴重的情況下 他連醫生都不願意看 他寧願在家裡頭 等死他都不出去 所以冥冥中 還是會有暴影存在 我以前採訪過一個舌湯達人 有一陣子台灣很喜歡 就是上市上規 給人家做吃的 那這個舌湯他做得還蠻好 然後就詐騙集團找上他 就說你要不要上市上櫃 他一直覺得說 我從南部上來打拼 如果真的有機會 上市上櫃的話 第一個股票換鈔票 第二個這樣子風光 反鄉也不錯這樣子 他就簽了一些合約 那些合約呢 其實他跟我們看不懂 他也沒讀什麼書 然後呢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除了前面給了三千萬 要去做一些展店 更可怕的是他簽了一個條款 他就說因為他們要統一作帳 所以等於說我生意很好的這家店 我的現金每個月的營收 要給這個詐騙集團 因為他們要作帳要統一這樣子 好 他就這樣子白花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呢 還有一開始三千萬 每個月的營收 然後到最後開了幾家店 他有去減採 可是呢 最後都經營不散都倒閉 他後來就發現說 他是被騙的 可是呢 他去找對方講的時候 對方就說 我們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有賺有賠 那店有沒有開 有啊 你有沒有去減採 也有減採啊 對不對 那後面你的東西不好吃 就經營躲起來要怎麼樣 他就覺得很鬱悶 然後後來呢 他去找了對方幾次之後呢 對方就直接跟他講 我就是吃你怎麼樣 反正合約在這裡啊 不然就去打官司啊 不然就去請律師啊 後來也是他受不了 他就帶著他殺蛇的一個小磚子 他就去對方的公司 然後呢 就說 我殺死的都不怕了 你今天不把錢賠我 我就殺了你 他要衝過去的時候 他旁邊的保鏢 其實也是黑道的兄弟 就把他架走 架走之後呢 把他拖到地下室 然後揍了一頓 打了一頓之後呢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他殺不了這個仇人 他就自殺了 他就拿那個自殺 就死在那個停車場 詐騙集團手腦的車旁邊 後來他們下來看到的時候呢 也不以為意 就報警 反正就把他後面 把他處理掉 過沒幾個禮拜喔 這個詐騙集團的手腦 他皮膚就開始很癢 然後一抓就流血 一抓就流血 然後呢 抓完流血 不是會結痂嗎 他是一片一片一片 就像蛇的鈴片一樣 然後呢 慢慢慢慢擴出來 整個臉都是 整個臉都是 後來去看皮膚科 也看不好 有的皮膚科的老師跟他講說 你這是油性肌膚要怎樣 有的人說 你這太乾了要磨乳液 他最後真的整個臉 就像蛇一樣 然後呢 那個鈴片掉下來的時候 他們說 真的像是那種 一片連著一片 掉下來的話 會把那個血肉 掉下來 後來他去找老師 老師就說 你這個就是被蛇精給纏上 後來陸陸續續 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才比較好一點 可是他的臉 你現在去看 還是有那個蛇的 那個紋路跟印記 縣事報裡面 警察處理那麼多 屢視不爽的 非死即傷的就是盜墓 後代的子孫發現他祖先 先人的墓被盜 那報案的時候 我們警方到現場 那一次破的是根據現場 一個檳榔盒 可能盜墓的那個歹徒 有吃檳榔 檳榔吃完以後 那個檳榔盒丟 檳榔盒上面有那個 哪一家檳榔灘 電話號碼 我們根據那個 在檳榔灘的監視器 去拍到 有拍到分析交叉比對 應該是這個姓黃的 這台車比較有可能 那因為也是因為抓到盜墓 讓我們學到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領域 他們講的 不管你怎麼盜墓 工具結石頭 絕對不能拌回去 不 二運一定會跟著回去 那個擺在哪 黃賢就把這些擺在 他們在補房有一個公寮 那個農田有一個公寮 就放在那裡 敲指也好那些什麼 然後他們大白天會先去勘察 那很多分罪可能一個人會完成 但是盜墓最少要三個 所以那次我們抓那三個 黃賢 祖賢 他家裡是開工廠 就是因為毒癮 所以我常常講的 我就問他 你晚上去募我保你不會怕嗎 他說我跟你講 人比鬼還可怕 他說他跟錢樁借錢 去我們打到死了 他沒有還他 連命可能都沒了 那我只要想到錢 我就不會怕了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這個縣市報 這個祖賢我們抓到 他離婚 吸毒 另外一個車禍 還有一個呢 這傢伙姓陳的這個 這個跑去苗栗的西湖鄉 去減高壓電 就電死在那個 他去減高壓電 就是偷電纜 他要去偷電纜你知道嗎 他把他的工具給他 那個膠帶纏得 他說這樣可以絕緣 好像認為這樣可以絕緣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吊車 接觸到高壓電 三個人全死在現場 那很恐怖的耶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們辦過盜幕的 幾乎每一個嫌犯 非死即傷 所以真的壞事不能做 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一次有人打電話來 那有個男生 大概四十三歲 然後他就是 就是他家人就說 他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突然間就倒地 倒地 醫生又說不出什麼原因 解答不出什麼原因 而且他一直難難自語 一直好像在那邊跟人家這樣對抗 在那邊講那個什麼的 然後他連醫生都覺得奇怪 他說 醫生說你這個可能不是我們能處理 他是不是有遇到什麼 你要不要找老師 所以我們去看了以後發現說 我去到現場說 你先生是不是拿 就是專門在那個 拿買賣古董或什麼 他就說 對啊 他說 可是他古董不是跟人家買的 他說 我不知道他怎麼拿來的 他去給人家挖的吧 他說為什麼 他拿出來一個東西叫蠶 就是蠶 蠶一般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 你如果翻過來 他肚子這邊有一個洞 這樣可以穿過一個洞的 一般叫配蠶 就是用來戴在腰間的那一種 那個是OK的 那是OK的 另外一種叫含蠶 就是他肚子沒有動 那個是等下王者 以前的人不是 專門放在嘴巴裡 甚至你說這個十一太后 還含了一個夜明珠 可是放在嘴巴裡 這個怎麼拿出來 如果他是乾濕 他沒有真的爛掉的話 你一定是要把它翻開 撥開 撥不開怎麼辦 他們有時候就拿那個刀 直接這樣插進去化開 然後把它扒下來 還扒不開 這樣還扒不開 還要扳 這樣撥下來 就是這樣子 就被人搞爛了 對啊 就被人搞爛了 所以你說 如果這個生活 我換個角度 不要說什麼 就你在旁邊看到 有人這樣子做 你不會覺得這個很那個 所以那個往往就是 那個生活就跟著他 所以我說 你先生這旁邊幾十個 大概幾十個生活 我想他應該是專門 就是跟人家去做這個事情 我可以幫他處理 但是他可能要想辦法 跟人家還一些 後來他才知道說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 開始有一個機會 跟著人家去找到這種 比較老的木 那有時候他甚至一個 一個玉 他一個賣八十幾萬 一個賣一百多萬 他第一個就讓他興奮起來 他後面就開始不管 那即使像剛才講的 只要有錢就好 所以他才開始去做這樣事情 那往往像剛才教官講的 就是說有 當這個生活人在現場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 為什麼到這 這到目前三個非死即傷 結果台灣就有 曾經就有這種集團 他專門在挖 然後之後只剩下 他們找到的時候 抓到的時候 剩下一個人 他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 剩下兩個人是怎麼 他後來找以後 另外兩個一個是意外死掉 暴斃 一個是生病死掉 然後只剩下這一個 這一個他就說 其實他們在挖的時候 他們就有看到 那個墓碑 他們挖過的墓碑 有人坐在上面 這樣還敢挖 他沒辦法 他就他已經 他挖前面挖 一路挖過來 挖到這邊的時候 他回頭看一下 他嚇到 所以他們後來才跑掉 等到警察在抓 找到他的時候 才知道 另外一個已經暴斃死掉 他一個生病 就是生病死掉 所以順便老師 不是單純說 你Gacy不帶回家 就不會有事 對 因為除了那個以外 他有時候 他會跟著你 而且你拿著他的東西 像我剛才講的這種 對 貼身的東西 基本上這個貼身的東西 只要在你身上 他就會跟著你 OK